大家好,我是Hippo 很多朋友問家庭影院的概念 很多人印象中,家庭影院需要很大的客廳、地方 另外,如果想做到一個良好的環媒立體性效果 需要很多不同的工具、器材、線材 一大堆線材都不知如何搏,令到頭昏腦脹 其實現在的時代不同,不需要那麼複雜 只需要一條YAMAHA YS 109 38 已經可以做到一個非常良好的環媒立體性 特別是一個不是太大的客廳 出來的環媒立體性效果都非常像真 無論是打機、看電影、聽歌都非常方便 簡單來說,家庭影院的基本設備 就有電視機和音響兩樣東西 現在的電視機,通常都會很薄 而且又有4K高清畫面 當然有高清畫面,也要有高清的音效才行 YAMAHA YS 109 就很好 它尺寸很細小 還有很多人可能會選擇在家庭的電視掛牆 YAS 109 同樣支援掛牆 可以令整個影音系統更加一體化,更加美觀 同時我也想為大家介紹YAS 209 YAS 209 基本上功能跟YAS 109是一樣的 但它會比109更多,就是無線10woofer 如果你家裏有地方放到10woofer 不妨可以考慮一下YAS 209 效果當然會相當震撼 多了10woofer,低頻也膨敗很多 YAS 109 雖然沒有無線10woofer 但它本身有兩個低音單元 以及有兩個低音反射氣孔 出來的低音效果都非常有力 大家先看看背面如何接駁 電源插頭、超低音輸出、網絡輸入、電視輸入 USB Firmware Upgrade 專用的插孔 HDMI 輸入和輸出 機身上有LED 指示燈 Clear Voice 提升對白清晰 3D 環繞聲、網絡、藍牙、電視、HDMI 還有目前音響解碼狀態展示 道比等於白燈 DTS 等於紅燈 安裝方法很簡單 將 YAS 109 HDMI Out 接駁回電視機的 HDMI In 而 Soundbar 的 HDMI In 接駁回支援 HDMI 器材 例如 Bluway 機或遊戲機等等 有沒有留意到 Soundbar 後面有 HDMI Out 括弧 ARC 這個字眼呢? 如果你的電視機有 ARC 功能 接駁就會更加簡單 只需要將電視機和 Soundbar 的 HDMI ARC 連接在一起 這樣就完成了 另外也可以用包裝內送的光纖線連接電視機 然後連接電源開機就可以使用了 這麼簡單的設定 是否很 user friendly 呢? 現在很多電器都有用 Apps 控制 這條 YAS 109 雖然是入門機 但都可以用 Apps 去操控 只需要下載 Soundbar 控制器 然後用手機連接同一個 Wi-Fi 就完成連接設定了 而 App 裡面也內置了 Spotify 你隨時都可以聽你喜歡的歌 我覺得 Soundbar 控制器最大的優點之一 是可以切換不同的 Input 手機當 Remote 用 真是超簡單超方便 在 App 選擇音效設定 就可以知道現在開啟哪種音效模式 我個人很喜歡開啟 3D 環繞音效和 Base Extension 不知你又喜歡哪樣呢?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或者感受一下 YAS 109 和 209 的音效的話 歡迎大家來到尖沙咀通利琴航 我們同時可以為你親自示範 下一集我會跟大家講一下中階型號 YAS 408 大家記得留意我們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啦